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萍 被关于压在长沙监狱的维权人士谢芙林在狱中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并出现中风征兆 与方为其申请保外就医 确造到当地政法委及司法局的阻挠 有一届人士分析称 地方权力机关阻挠谢芙林保外就医 是害怕他出狱之后再次从事民主及维权活动 江苏南京通阳纺织厂和三营运动器具厂两家工厂的数百名工人 星期三 位居在六河区 普怀路堵路抗议 抗议工厂老板卷款出逃 令他们工资无拙 此外 广西贵港建委电子厂的工人星期二也上街示威 反对厂方以搬迁为由 强迫工人 无心休假 湖南省乡乡市花瓶镇上星期六晚一名15岁的男孩肖一博 被车撞伤 但交警到场之后不但不救治伤者 却将伤者强行装入麻袋 交由兵役车辆运走 最终伤者因延误治疗而死亡 下面请看本台特约记者新林的采访报道 事发后 家属也在事发地附近搭起帐篷拦路讨说法 有大批群众到场声援 但遭当局清场 死者母亲杨女士对本台说 肖一博的堂哥肖敏的名为肖敏和三先生的微博上 连日来发布的相关消息均被删除 仅剩下一条周二晚发布的交警处理好了 感谢政府全家满意的博文 但肖敏的伯父告诉记者 昨晚政府部门开始大范围抓捕知情者后 他们就再也无法联络肖敏 杨女士还告诉记者 目前当地政府正在对肖敏进行跨省追捕 要抓回乡乡判刑 记者就此事致电乡乡市政府和交警大队 但对方均表示不清楚 并拒绝接受采访 中国科学家最近发表研究报告称 江苏发现可能为首例人传染人的H7N9侵流感病毒感染病例 研究报告指出 这一人传染人的发展令人忧虑 必须密切检视 但又强调 该病毒在现阶段仍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公众不应恐慌 广东河源市连平县村民就临场砍伐 导致饮用水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上周二前往临场交涉途中 遭20多名黑帮成员殴打 其中两人各种十多刀 头骨爆裂 村民投诉称 当地官商勾结 警方不出警 陕西西安市高陵县 姬姬阿乡 皮沙村7组的村民 7月底集会抗议政府征地价格果低 要求补偿 但遭到政府雇佣人员的暴力镇压 多名村民被打伤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平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